小孩子都中毒了 你还是根据不玩游戏 主机游戏 不太明白您说什么意思 对于我和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来说 主机游戏是我们的日常 是我们说到游戏这个词的默认指代对象 但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亲朋好友 会在茶余饭后的谈资里 加入主机游戏这个选项呢 玩过主机游戏的人有多少呢 根据网站Statista的数据 2021年全球主机游戏玩家人数是2.54亿人 其中北美地区占到了超过一个亿 根据分析机构Niko Partners的数据 2021年大陆主机玩家总数为1590万人 放眼全球这个数字肯定是很小的 但是它每年都有在慢慢的上升 作为一个主机游戏博主 我一直都很想做这样一个调查 走上街头 问问路人 你知道主机游戏吗 你能认出几台主机 你对主机游戏有怎样的印象 首先非常感谢本期视频的赞助商 索尼电视X90K支持我的项目 作为PS5官配的游戏电视搭档 X90K和PS5默契度不错 按下PS5手柄就能直接开始游戏 还搭载了两项 Perfect for PS5专属功能 游戏模式 HDR都是自动调好的 一步到位 对于懒得调教画面的朋友们 它会贴心地帮你切换到游戏模式 根据不同游戏 自动开关一些优化功能 像次世代4K120Hz画面需要的HDMI 2.1接口 还有自动低延迟和可变刷新率这些配置 X90K也都有 特别是前段时间索尼刚刚固件升级 可变刷新率和分区调光终于可以一起工作了 算是没有辜负电视这个 Perfect for PS5功能的口号 那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我所在的上海 从年轻人到老年人 从市区走向郊区 从潮人聚集的街头到静谧的公园 虽然免不了被拒绝 但我还是找到了40来位路人 做这个主机游戏小测试 主机游戏 知道 不知道 你平时有在玩吗 我不玩 不知道 我平时不打游戏 不玩游戏 我们也还是不去不玩游戏 我们不玩游戏的 不懂的 有听说过 但是我不了解 主机游戏 不太明白您说什么意思 不懂事 不懂游戏 小孩子都喜欢游戏 我不懂游戏 小孩子都中路了 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手柄 那个 PS5 对 想拿吧 PS5 PS5 一点差异说这也要问你表情 这个 Xbox 这是PS什么吗 这是什么 是PS5吗 手机上马上不是外资的一个游戏 外接手柄是吗 但它不是 PSP 不对 Switch 过来吧 一起吧 这些有你们见过的游戏吗 这个没玩过 其他的 都玩过 其他的都玩过 没有 这样子游戏对你会不会有吸引力的 有 那我都认识 在电脑上玩的 还有对法皇 赛博文科 知识老 极铁武 双人成行 这两个不认识 其他的我都认识 只认识这个 这三个都玩过 可能是刚玩一下 又觉得很无聊就不玩了 玩过的 武力全开 动身 双人成行 外婆她就经常跟我一起玩 跟天囊大乱斗 水平一般般吧 差不多 这里乍一看有你想玩的游戏吗 还有这个什么 赛博文科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真的很好玩 在你们的印象里面 主机游戏是怎样的游戏呢 平台独战 我玩游戏比较没有耐心 我觉得会很吃灰 主机游戏才是游戏吧 主机它是一个可以更加专注的 玩游戏的平台 如果我想讲游戏的话 又开主机 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做的 就跟网游那种快餐式的不一样 有大段时间空闲的话 玩起来主机 只能周末玩 晚上玩得太累了 耗时间耗钱 因为手机的话 把它更便携一点嘛 时间上还有金钱上的成本 都会更低一点 手游就比较偏上班式的游戏 就是它要你不停地打卡 但这种的话 它就是真的给你创造了一个 是这样进去玩 如果说手机游戏是打发时间 那主机游戏对我来说 它是一种爱好 它是一种享受 它做得很好 你玩它们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是快乐的 在我采访的41个人里面 有14位完全没听说过主机游戏 听过但没玩过的呢 有9个人 浅玩过的人是10人 仅有8人是主机游戏的玩家 采访下来 我感觉听说过主机游戏的人 还算不少 主要是集中在年轻人的群体里 但是一旦涉及到 具体的游戏主机的型号啊 具体的游戏啊 能自信说出名字的人 那就不多了 很多人都是有个浅浅的印象 或者见过啊 玩过某个游戏这样 主机游戏流行吗 听过的多 玩过的少 到这里问题已经回答完了 但我的实验其实还没有真正开始 我印象很深的是 那个30多岁的大哥 他指着赛博蓬康林琪琪 腼腆的表达了想玩这个意思 想玩 我就让你玩玩看 没有什么是比地推更加直接的了 我想看看主机游戏 能给没玩过的人们留下怎样的印象 综合考虑了上海的防音要求 场地限制 时间 人流量 路人多样性 我们选择在一个风和日历的周六 前往位于上海凤贤海湾的露营地 进行这场地推实验 我们把索尼X90K电视 SDG700回音币 还有其他游戏装备装车 拉到了露营地 用两个超大的户外电池来供电 电视本身有四个扬声器 其实它自己的发声体验还是不错的 因为索尼XR系列的这些电视 都搭载了XR认知芯片 它能把音画放在一起分析 还能用3D环绕声场转换技术 把2.0声道以上的声源模拟成3D环绕声 很有指哪打哪的感觉 但考虑到路人朋友们很可能是首次体验主机 为了让他们的体验更加好 我们这次直接用了回音币 正好可以放在电视的正下方 搭了一个更加沉浸的户外影音空间 另外我们还准备了手工制作的主机游戏说明书 方便没接触过手柄的路人熟悉手柄 每个可体验游戏的基本操作指引也做了说明 准备完毕 开始摇影 我的第一组目标对象是一家三口 在我们搭电视的时候 小朋友一直忍不住探头张望 你们听说过主机游戏吗 听说过 我玩的是塞尔达 他玩过卡比奥德赛 马里奥赛车 我啊 我就陪他玩 那要不我们过去玩一下 好吧 你去玩一会儿 你去玩吧 小朋友想玩哪个 玩卡比奥德赛车 小朋友觉得主机游戏是什么样子的游戏啊 还已经沉浸了 眼前只有这个敌人 那爸爸回答 爸爸可以回答 就是主机会让你感觉 在一个世界当中有个探索的欲望 然后这个肯定是我比较喜欢的感觉 对不对 相当冷静 后面我就不稳定 有一关有一个大蛇 你怎么知道这一关呢 你有没有玩过 你怎么知道的 不是啊 我后面也玩过到过 没有啊 这个游戏你没玩过啊 玩过 小汽车嘛 小汽车一口温进去 小汽车一口温进去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是因为试玩版吧 到这里为止 没有 后面我玩 后面你也玩了吗 再玩下去已经通关了 小哥哥 你在玩什么呀 我在玩switch 这个游戏嘛 那你 你来玩吧 我教你啊 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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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小朋友们之间的这些小互动 会玩游戏的哥哥愿意分享游戏 也愿意教其他小朋友玩游戏 很幸运 这位成熟稳重的小朋友 在学龄前 就接触了很多好玩又优秀的主机游戏 虽然他上了一年级以后 就有了学业压力 但这一段 由主机游戏陪伴的时光 应该会是非常美好的童年记忆 我的第二组目标是一对年轻的情侣 他们之间呢有一段关于主机游戏的小故事 就是他还没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我在NS上面玩 一度之刃决定版 然后他那个时候说 哎你也来玩 那我也来跟你一起玩 然后追到我了之后就再也不玩了 灰云 灰云 对他一直在忍着是不是 对他还没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是课药来陪我玩 我刷车游戏特别的 特别的 不行 他不行了 他不行了 一个3D 我们没有买PS5 主要也是因为他晕3D 对对对 到到到到到 哇你不是直接倒着往前开啊 姑娘你有驾照吗 没有 还没有 虽然他开车确实是开得不太好 但是这毕竟是他第一次体验PS5 体验3A游戏 感觉怎么样啊 就这应该是一个偏沉浸式的游戏 然后他的画面还是蛮好的 如果让你就是对完全没有接触过主机游戏的人说一些话的话 你会说什么 抛开成剑去尝试一下吧 人都有各自的爱好嘛 当我在寝室买打游戏的时候 他们也值得再去看一些电视剧啊或者小说啊 其实就是一个放松的兴趣爱好嘛 其实没有什么 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的挥打 抛下成剑给主机游戏一个机会 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再次上街采访路人 不再有人连连摆手念着啊不玩游戏不玩游戏 也不再有长辈主动过来强调啊小孩子都中毒了 主机游戏只是众多的娱乐方式当中的一种罢了 第三组我描上了另一个一家三口 这家人中的妈妈可以说是我这次实验最重要的实验对象 平时是完全不玩游戏的吗 不玩不玩 这个不是那个swatch吗 它是switch 这是一个sbost 我们加油 你们加油 对对对 我主要是玩非法实况什么的 过去尝试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刚刚看到了 刚刚看到了 这么大的一个电视 当然 来吧 很简单 你去比他 这有一个道具 吃完就可以回血 哦 我发现了隐藏的房间 可以啊 很有天赋啊 是吗 是的 你居然还真的想接着玩耶 哈哈哈 你没有看到旁边的小朋友已经愿愿意识了吧 你准备玩几个关卡啊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根本停不下来吗 说什么不玩 我不爱游戏的 不爱游戏的 哈哈哈 好玩吗 看着 你觉得好玩吗 还可以 我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了 根本没有想要停下的意思 真是的 这位妈妈上手极快 相当有天赋 而且很能享受游戏乐趣 关卡结束 她也完全没有要放下手柄的意思 我记得很清楚 这位妈妈此前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主机游戏 也不觉得自己会对游戏产生兴趣 体验一下 什么意思 玩啊 对 我对游戏 你知道我到现在都没有玩过手机游戏 就说明我对游戏没有那么 那我能问一下这个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吗 没空吗 现在有空吗 有空 有空 录影中就是有空 没空没空 当然应该动不动 没有动不动 就会喊妈妈 然后就马上放下 没有玩哪里有 哈哈哈 哈哈哈 人家玩得太精神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更适合吧 在我邀请他们的时候 他第一反应是让爸爸出战 自己呢去陪孩子玩亲子运动 要不是那个亲子运动需要体重教重的爸爸 就叫我去吧 对 他们通话连屁股都抬不起来 哦哦行 马上我 我这 玩得挺带劲的 哈哈哈 我就这样错过一位天赋型选手了 可能很多人也是这样 因为工作忙碌 因为生活有别的重心 会忽视自己的快乐 希望这个姐姐在做妈妈这个角色的同时 不要忘记自己的快乐也是很重要的 希望你今后也能像今天一样 为自己而还笑 后面我的小游戏基地也接待了其他想要体验的朋友们 回忆回忆过往啊 玩玩游戏很快乐 夜幕降临 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 通过跟几组家庭的接触 我很直观地感受到了主机游戏最直接的吸引力 震撼的画面加上沉浸的声音 小朋友肯定是一秒就会被吸引住了 我很高兴的是 大人也有因为这次体验而对主机游戏产生兴趣的 我觉得我可能应该要利用好剩下的机会 让更多人体验看看主机游戏 于是我决定把电视 是PS5回音币一整套都搬上营地的小舞台 让来露营的人们免费唱完 大家晚上好 我们在小舞台这边准备了一场免费的主机游戏体验活动 现在开放给大家 这里有次世代主机PS5 以及PS5的完美搭档索尼电视X90K和音响 欢迎没有体验过主机游戏的朋友 免费过来体验 这次非常感谢索尼游戏电视X90K的支持 户外露营在天幕下 搭一个移动的65寸电视游戏影音空间 还是非常爽的 回头率也很高 今天在电视前面体验一整天下来 感觉拿它玩游戏 画面的色彩和细节非常不错 音画配合完美 大家玩起来都很沉浸 这里主要归功于X90K PS5和HTG700这游戏三兄弟 两天半的户外小实验结束了 来我这里体验游戏的人 有小孩 有家长 有年轻人 也有中年人 他们来这儿的目的也各不相同 有的爸爸把这里当成了小型的托儿所 把孩子一丢自己快乐喝啤酒 直到孩子的妈妈神色凝重的过来接走孩子 有的是想要体验自己没有接触过的游戏类型 有的干脆就是被我连哄带骗 忽悠过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结果 比如 普通人其实不是特别分得清主机的类型 比起年轻人 小孩和中年人更容易被游戏画面吸引 产生兴趣 最重要的 不论会不会用手柄 玩的有多菜 即使很久都过不去关卡 所有人都会说 我很开心 这样的回答让我觉得我这个地推实验得到了肯定 主机游戏本身就是为了人们的快乐而服务的 即使不能让主机游戏走进更多的家庭里 至少在露营地体验的这20分钟 他们每个人都是快乐的